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炮制的维吾尔司法档案库列举了大量证人的照片和视频,称他们有的已经失联,有的被判刑入狱。 这些所谓的证据是真的吗? 2月1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释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新疆民众现身辟谣,直指维吾尔司法档案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库。 1966年出生的孤立纳尔·吴福利,现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局工作,他曾不止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境外反华势力炮制的各种名单中,也为此在多个场合进行辟谣。 最近,关于他的谣言又再次被市委会利用,写进了所谓的维吾尔司法档案库。 我现在生活的很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严正的警告市委会等三股势力,不要再利用我的名义,或者我的荣誉,我的肖像,进行欺视道明的宣传,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带来伤害,也不要诋毁我的国家,否则,我将借助法律的手段, 维护我的名誉,和我国家的尊严。 跟孤立纳尔无福利一样,被写进所谓的维吾尔司法档案库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医生塔伊尔二珊, 退休教师阿依夏木·沙迪克,喀什地区幼儿园老师古利巴哈尔买买提等等,经过调查,他们现在都在正常生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指出,所谓的维吾尔司法档案库充斥着虚假信息, 其本质是美西方反华势力和东都势力抹黑污蔑新疆的工具。 这个所谓的书记库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成立的, 由分裂组织市委会负责欺骗、裹挟海外的将军人员发布一些所谓的证认证言, 误成他们在将内的亲属失联被关押被破坏, 一次误导了国际议论,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对这个所谓的档案库这个发布的相关人员的进行了这个核实, 绝大多数人员的实际的情况呢, 与档案库中所视的完全相反。 伊利江·阿纳伊提介绍,所谓的档案库中也确有人被判处刑罚, 他指出这部分人是犯有杀人、强奸、犯罪、抢劫等犯罪行为的罪犯。 伊利江·阿纳伊提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 公民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受到法律保护, 新疆始终坚持依法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人权相结合, 依法充分保障各族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保障正常的社会生活,坚持防止在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中 发生影响各族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现象。